北京这一夜 某平台举办年度盛会 业内流量和实力派艺人颁奖 明星扎堆的场合 自然少不了名场面 网友们欣赏盛世美颜的同时 也吃瓜找到了不少乐子 黄渤内含分猪肉 网友最佳获奖感言 混到黄渤这种咖位 基本上在任何场合 都可以畅所欲言了 上台领奖时 他直接感谢主办方绞尽脑汁 想出了这么多奖项 颁给到场的所有人 能想出来这么多名字 来鼓励大家 这么多明星齐聚一堂 谁都不能空手而归 主办方可不得一碗水端平 挨个分猪肉吗 还得是黄渤 敢说会说 一语道破本质 主持人听完根本不敢接话 只能大笑缓解尴尬 网友们倒是乐得不行 纷纷单方面宣布 黄渤才是当晚的最佳获奖感言 肖战 雷佳音 玛丽赛跑躲C位 明星同台的名场面 最致命的不是说错话 而是站错C位 在娱乐圈C位 到底有多烫脚 看看雷佳音 玛丽和肖战三个人 是怎么跑步躲C位的 就知道了 三个人上台领奖时 慌慌张张地上演了一幕 你来我往的极限拉扯 率先站定的肖战 看到玛丽迎面走来 立即往一旁退开 想要让出C位 结果玛丽一路小跑 死活不肯靠近中心位 肖战看到跟过来的雷佳音 又想把C位让给对方 雷佳音眼疾手快 又跑在了她的前面 坚决避开中心位 最后肖战无处可逃 只能被玛丽和雷佳音 一左一右夹击 无奈地站回了C位 三个人走了快两里地 吓得肖战脚抵直打滑 一个杀不住差点摔跟头 好笑程度堪比春晚小品 热巴脚滑险摔跤 同样狡猾 还有迪丽热巴 她在那场穿了一件 13年前的古董裙 来自Lexus Mobile的 201秋冬高定礼服 裙摆面积特别大 分量也不轻 上台时 热巴一直小心翼翼地提着裙摆 一路小碎步前进 生怕被裙子绊倒 领奖时 或许是奖杯太重了 热巴手一滑 差点没拿住 一转身 又差点被裙摆绊住 脚下一滑险些摔跤 吓得他整个人一机灵 站稳脚跟后 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胡歌一手牵唐烟 一手牵心直垒 既然怕摔 那就一定要牵牢 于是 繁花剧组上台的时候 又诞生了一个名场面 胡歌左手牵唐烟 右手牵心直垒 短短几节台阶 走得那叫一个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网友 看起来胡歌更需要人福 坐在台下时 胡歌的状态就轻松多了 他和唐烟 刘诗诗的同矿照 让不少人直呼梦回先见 除了这些名场面 当晚还诞生了不少 妙趣横生的合影 张静怡和陈都灵 在台下排排坐 被网友调侃成张静怡 陈都灵 直接大课特课 花哨姐妹花秦兰和心直垒 互相充当对方的那场摄影师 结果围观网友直接被落到了 大呼秦兰裙子的岔开到我心口 敢穿会穿 狠狠拿捏了 每次那场热聊 闭上热搜的杨幂 这次也没能逃过 他和朱一龙的一段私聊 又被淳于十集的网友们当场破解了 杨幂看见戴着宽发带的朱一龙 问他额头怎么回事啊 原来 最近朱一龙拍戏时 额头受伤缝针了 他回答 额头上缝了三十一四多针 鼻子缝了四一四针 杨幂安慰他 没事 现在技术特别好 杨幂此前陆增一时 也曾因为受伤缝针 随口一聊又上了热搜 杨幂这次估计又要汗流加倍了 临近农历新年 这样的年度盛会还有好几场 吃瓜人吃瓜魂 希望这些明星社交的明场面 能多来一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